台湾国乐团一直自诩用音乐诉说台湾的故事 这回则决定将台湾独有的半桌文化 搬上国家音乐厅大舞台 在导演王立安的设计下 台湾国乐团呈现的半桌音乐会 从上半场厨师们在后台准备材料 出菜料理的过程就热闹滚滚 演奏家们也改拿起锅碗瓢盆吹打起来 肢体表情动作十足 一改平时端庄的模样 乐团首席刘真凌笑说 我们平时在台上的演出都好像有点太低调了 因为音乐的关系 其实像这种舞台式的那种表演 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我们乐团的 第一次 已经完全没有形象了 为了能传神将台湾半桌文化的内涵表现出来 台湾国乐团特别邀请民俗专家林茂贤 参与节目内容规划 从菜色选择 上菜流程与座位安排 都遵循古早礼俗与禁忌 完全不马骨 他本人甚至下海串场演出总铺诗 以幽默的口吻与道地的礼语用词 作证指挥 为音乐会画龙点睛 林茂贤指出 台湾半桌文化反映了台湾人的人情味 台湾国乐团能用民间最底层的素材演出 非常有意义 林茂贤说 对 这一次版斗的节目里面 他用水桶 用刀子 甚至用扫把 用锅碗瓢盆来演奏出各种乐声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 不但是有它的音乐性 而且有它的民间性 因为民间本来就是用这种东西在版斗 所以我觉得感觉非常好 导演王立安表示 一开始还很担心 资深演奏家们不能适应 毕竟又要演奏 又要满场走位 脸上还要有表情 挑战很大 不过团员们默契都很好 后来都玩开了 甚至会自己设计桥段 期待5月23号当天 能顺利完成高难度演出 就让我们电台记者将招轮 台北散播报道